有中華台北第二回所主辦的1808年第9次 歸錄運動人口正點計劃 享受生活快樂運動性格發表會 27號在家議官的表演也是中心頂童 仲近180位地靈中愛這件事 另外有仲近100位地靈中愛人數和家庭新冠共同的參與活動 也頂到今年度為22個月 每禮拜2點至4點在告人資的資格 為規律認真認識的資格 中民10分的信託 來自宜南 新北市 新鐵館 苗略觀港議市 和台南市人的官司總共這件告用機格的地靈中愛人數 帶來一人傳精采的演出 這不來中混作機械運動和武動提操兩年 有泰國 達吉賀 武道 非十個和頭過營 文律的提操還有瑜伽 但現代在告用機格的地靈中愛人數 每禮拜兩次一次固定2點進的運動選擇 新檢中華台北九二會理事長的家庭市長運輿會 很足夠現場來參與這場選擇的分表會 也為參與地靈中愛朋友加油鼓勵 智障機構的這些大概都是成年的智障朋友 我們相信他們因為肢體的關係 習慣的關係要運動相對困難 所以我們本協會就推動這樣一個人口倍增的計畫 那既然各有教養機構來參加我們這個計畫 我們就希望他們平常就養成規律去運動的習慣 那我們創造這個平台 那當然希望說他們一年度的一個成果 能夠利用今天這個機會把它展現出來 今年算是第四年在我們嘉義來讓他們成果發表 那麼各位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肢體 大概都可以跟一般人當然是有所不同 但是他們經過這樣一個培養以後 慢慢的他能夠運動的話 對他身心的調整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這個就是這個規律性運動人口倍增計畫的一個價值之所在 既然這規律運動人口很重價位 是在這個運動下庫化的概念之下 讓教養養 還有立開學校沒有集結的地靈中愛朋友 可以快樂運動 用成應規律運動的好習慣 競爭到這個活動來增加 學生幾天的認識互動和親主管 這一次的新個發表會 除了他們家庭新聞 作為參加集團還有很多民眾到現場高雷 共華台北第二會希望透過這一次賽事的基盤 高雷更加多的民眾 加進協會即將的行列 作為來關懷就職 當時協助到第二活動的發展 細心新聞 竹林順翁雙帥 與其彩虹佛道 全新登場囉 現在只要下載旺TV行動客服APP 並登入您的收視戶資料 就可以馬上查詢電子帳單 發票及直播頻道等 行動帳單 客服服務 讓您帶著走 一次滿足所有需求 旺TV行動客服最聰明 請快去下載喔 旺TV數位電視